不知道老闆 这是什么菜 虎蜜菜 3元 虎蜜菜 只要虎才买这个 拍个全景给大家看看 我们几乎坐在大排档的中间 终一个圈 我们上次坐在那里 暂时在这个角度看 真的很肥 话说我们面前就是千灯湖 应该是最核心的地方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往期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一家三口又出来家庭乐 今天这集影片大多数会围绕在千灯湖 又或者是往期附近进行 我们来到当然先去买点菜 有观众也会问 为何你们这段时间买菜 因为开学之后一切回复正常 要买的菜也会越来越多 这个环置会越来越频繁 我们今天就来到奇法市场 买菜 这里又是出名便宜 不过不是太大的一个市场 试过有几样水果 买到最平价都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进去 之前大家记得这个位置 过拜训的时候 这里就有月饼 买蛋糕是吧 好啊 买吧 你说试吧 还有没有买一斤送半斤那些 有是吧 就是这种蛋糕 为了几千万 我都不记得了 有几千斤 几千斤吗 十九个吧 十九个吧 买一斤送半斤 这种是一种属于有焗炉 自己有焗炉的面包店 蛋糕店 那些东西是特别新鲜 特别好吃的 是啊 师傅在这製作这个 还热的 是呀 刚刚出炉 刚刚出炉 五郊关 不吃了 真是热的 如果说到这个市场 是多要吃的 比如说有竹星链 陆基 我不知道跟那间有什么 还有芝麻糊 也是很好的 市场 这个市场 就没有我们去到西朗 那些那么大的 但价钱就很便宜 不吃了 不吃了 现在先去买些蔬菜 烧鸭 还有不需要买 但是这边也有几个选择 前面那档都很好 上次好像买过 不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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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买蔬菜 因为这个中数已经差不多五点了 虽然说是星期六 但是都是很多解放市民 出来买菜 不同 我们回到月秀区 什么老城区 龙津路市场 这边似乎是阔落 已经有通菜了 吃生菜 这个是什么芥菜 2元 这个叫什么菜 不知道 老板 这个是什么菜 虎蜜菜 3元 虎蜜菜 虎蜜菜 只要虎蜜才买这个 我们买了一些 它每次吃意大利菜 意大利pizza 上面有火箭菜 也是这些 火箭菜 又跌 或者那些会叫芝麻菜 差不多 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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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一袋菜 继续做买什么 水果 你想吃芝麻糊 好啊 这边有粟米 漂亮粟米 哇 来到这里 多人 刚才我还这么说 市场不太多人 话说今晚我们会吃海鲜大排档 这些就看过就算了 海鲜大排档有买这些 接下来就买 这个是湛江蜜棗 蜜棗 甜棗 和上次在西浪时 看到那些差不多 这个是三个 这么快已经有菠萝 老板买了 百元一个 这些算小 这些不算小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还有 神湾菠萝 神湾是否在中山 它走了 还有我们已经证实过 老板说 会帮我们批 下次去中山吃十万菠萝 这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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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现场比较好吃 哈哈 那女儿刚才透露了一个秘密 给我们听 她说 如果去到北方 这些水果是不会 市场是不会延长来切的 是我们在广东才可以 至于老板就出行肉在那里批 哇 熟手 挺快的 给我们批 有时间 真的这么快 夏天天到 大家听听 还穿短袖 现在20度 是的 20度 这里的东西是否很划算 刚才买的那些 还未算最划算 最划算是水果 不当然 水果要看时节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价钱 去到再说 接下来又到 到卖水果 这个区域 除了水果 也是会有蔬菜 还有 还有 这个柳州老牌 脆皮寿司鸡 都挺好的 现在多了很多 现在又看到了 三五五指牛奶青棗 旁边还有这种 金的样子很巢 三元鸡一斤 走了一轮 老婆也看不到水果 菠萝这边也有 金、鸡、橙、橙 全部都有 连芒果也有 八元一斤 这一档 我们经常来买菜 到看到又对 这个是糖浩 买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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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一斤 四斤 哇 西洋菜 前天是两个半 两个半 是的 我们听到过半 没有理由 两个半 现在是西洋菜 更正 老板说过半 现在西洋菜 过半 总共花了六元鸡 西洋菜 收市价 牛奶青棗 十元三斤 还有共里三个半 你记得上一次 我们刚刚好 共里卖多少钱 八元 还是九元 现在三个半 不得知了 连龙眼也有得买 石劫 上边写着九元 他们又看到白菜 日文鸡 是的 日文鸡 所以我们又再买 买两斤 看看 日文鸡 筋 白菜 过瘾 不是很炒炒 上边还有泥 说明明是新鲜 没有花架 两元 给了两元 好了 菜我们买齐了 想不到也买了那么多 接下来我们去海鲜大排汤吃东西 大概的位置在平洲的方向 在这里驾车过去都很远 都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快手点了 那里硬了没有位置 开车开了半个小时 我们终于来到滋味龙大排档了 如果之前有留意我的频道观众都知道 其实我是第二次的 这里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大 大 南海吃饭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 有没有一百围台 应该是有的 我们现在去落单 吃海鲜 这里超级热 这个就好了 刚才我看到隔壁桌 48元一斤 这个可以考虑 还有蚱虫 你敢吃蚱虫 我当然敢吃 再来 大豪9.8 中豪7.8 至于这里 有蚱虫 因为想吃蚱虫 我就不太想吃 看看什么样子 沙虫49元一斤 这个是包括家官费的 所以你说贵不贵 就见人见智 再来还有贝 这些一页一页的贝 加州磅 不是叫橡白磅 这个橡白磅 这个橡白磅 就是138和168 我们就在这里看着 喜欢哪一样就要哪一样 甚至澳洲珊瑚刺身 也有26元一只 还有大罗士虾 38元一只 大罗士虾 98元一只 98元一只 甚至面包蟹 珍宝蟹 各种都有 不过这些 这些不是我们的饮食风格 还有圣子 18元一只 这个是什么 橡牙狂 试试 上次好像没吃过 一点红一般 尺背都不太好 试坑 试坑 精铃 18元一只 职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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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元一只 职坑 职坑 58元一只 平时看到市场最便宜 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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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元一只 最便宜 好像市场一样 将蔬菜全部放在这里 上面写着有什么菜式 还有这个 焦盐三文鱼腩 如果有这么多海鲜 这个可以叫 又或者蒜香三文鱼柳 29元 真是经济实惠 蒸肉丸 不必在这里吃 我们开始点菜了 要捉着橙色3D姐姐 你会问她 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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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元 这是萧珊瑚 现在未开火 开火 烟墓尼曼好过瘾 这个就是我们称的生蚝 当然未煮好 这个是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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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的 很好吃 很香濃的椰子味 它的售价是29元 好过喝可乐 好过喝可乐 真材料怪不得人敢买这个价钱 既然是这样 又和大家谈谈交通路线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的大塞车 如果在这裏开车回去花园酒店 足足要差不多1个小时 再来换一下 如果我们坐巴士回去 就时间差不多 其实如果有开车是方便很多的 在这裏最近的巴士地铁站 就是吕江站 步行1.4公里 21分钟 老实说 确实都远 在沙远站转到8号线西村 一路回到去 换句话来说 这裏最近的地铁站在哪裏呢 就是吕江地铁站 在这裏走过去 需要21分钟 第一道送上来的就是炒花甲 价钱是19元 这裏除了地方的大意外 中等价位 平价位的海鲜都有 你19元都选到一碟 据说 据说而已 没办法够整 这裏还说 全中国最大的大排框 就算不说全中国 也算得上很大 来拍个全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我们几乎坐在这个大排框的中间 转一个圈 一路去 我们上次坐那裏 这边又有很多位 接着电视机是这么大 大家数不数了多少张桌 如果数到的话 下次我请你来 这裏吃一次海鲜 我还在拍摄大排框 有多大的时候 猪仔包业也送你 1234 有两只 被人拿了 16元一碟 半打分量 只要我 继续吃花甲 但是 嗯 调味够好 它里面的味道 又不同 我们平时 经常吃的 很辣 这个 嗯 很辣 很辣 哇 看它的辣椒不多 吃到口 第一口都还没来 哇 后面的后劲 厉害 搞得 这次辣椒也不敢够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吃什么 又是我吃了些辣椒 哇 熟到我鬼 那次之后 又不敢吃这些 新鲜的辣椒 嗯 它献汁又打得挺好的 即是有献得来 又不会很薄 这个中数 6.9个字 嗯 真的如果再遲些 来到这个中数 可能真的没有位 我们真的很快 够了 够味 够味 真的够味 在一路吃着花甲的时候 我们又来试一下 猪仔包 里面应该是莲蓉 不是莲蓉 又像豆沙 嗯 豆沙 里面呢 吃到有些质感 这个 可能是麵粉 是的 应该是麵粉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食 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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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不是烘油 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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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60.8% 实在是5.8% 直接大把它吃起来 其实最初我不是想要这个 好吃 好哦 真是吃虾很王 非常烘 很烦 滴 足够的鸽气 非常资厚 哇 很好吃 而且分量都可以 一、二、三 十个八个也有 而且这个时节不算是最美 最好的品质是夏天 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趁热 当第一口咬出来 只剩下这部分可以等到口 一咬就会爆汁 超棒 不过这些就要趁热吃 我不客气 这里脱了头 很香 我知道 上一次我们在农兴新年之前 去西华路市场 我一个人去 经过一盘墨水 不知道老板在这卖什么 就是这种 黑色的 就是中间这个部分 里面一定要抽出骨头 然后就爆高 但会不会吃到这些牙齿 全部都是黑色的 哈哈 很香 然后我一个女人对她的花鴿非常满意 剩下的便要爆奏 反而它是鱈鱼先吃了一块 那里还在我享受鱈鱼的时候 珊瑚油送上来 由大家看看 这种是中鲁 8元有刀,7.8元 煮完的7.8元,先说先 上面有蒜蓉,烧烤的那种 炭烧差很远,又有蒜蓉 在家中只能用烧烧,因为蒸只有两味 没有其他办法 烧烤,有心机就拿烤烤 暂时在这角度看,很胖 又不会有很多油 我都说过很多次,有时候 为了令这种牛肉做得快一点,上面的蒜蓉酱 其实也不叫蒜蓉酱,是油 这个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 先吃蒜蓉酱 嗯,OK 再来,这种蒜蓉是黏着的,可以起得到 嗯 在嘴里,后面的部分,在嘴里爆汁 蒜蓉调味也够好的 因为它不会加很多 咸的,老实说真的咸的 但是它没有很多压着的,塞到门 我很喜欢 这个也是要趁热吃的 最后,连这个炒田螺都做了 这个就是女儿的自爱 她自爱,专门为她而点的 炒田螺的好处就是 就是,你吃不吃打包 带走回去,第二天吃得太差 这个压子更好吃 还有这些,是吧 猪仔包 嗯,嗯,嗯 它这些包真的不像我们在广州吃的 广州吃到那些,它很多时候 那些里面的酱 其实都是原材的一袋袋 那些是融一点的 这些呢,那些是四粒感 就是一粒粒的感觉 几道菜呢,我们都试过了 我最满意这个 因为呢,其实花鸡都挺好的 但是呢,我们都吃得几粒 被女儿吃完 这个我还没试过 那么,生蠔呢 虽然做得很大 在市居其实都并不是极难极难找到 但是这个可以做到这样的 又有这么大的价值 总合来说,这个我认为是最好的 就是我们通常对比都是说 一来你打扰你价钱 食物的质素 好像我们上一集呢,他吃10元那样 都是那句,你不是说 哇,精到包 但是10元 就是这样 同样,这里也是 唯一这一样的 远一点 不过,其实呢 原来附近有很多好东西玩的 我们先吃完海鲜 等人再带大家去玩 你吃这个呢 原来是很需要记考的 当你把这个酥 拔了出来之后 拔了那条骨子 最好 当你拔了那条骨子 拔了出来之后 你就要这样整个骨子 等到口 我刚才试过一次错误的示范 千万不要 这里对着外边 就算整个吃不完 就用碗接着 不然呢 你就会噴到整件衣服 整件衣服 都是的了 很尴尬的嘛 对吧 他挺好心机 还在这里 吃一只田螺 他真的很喜欢吃田螺 我呢 没有吃过 不过我不太喜欢吃田螺 很好吃啊 最主要呢 这个太好吃了 我吃了很多 你真的试一下 它很厚肉的 那些肉很厚 不想吃了女的 那我来试试它 是呀 它是很厚肉的 很厚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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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挺厚肉的 吃了它 有引 对啊 最怕就是这样 我都说 吃了很多 吃了很多 而且 15之后的骨子很厉害 现在的骨子很厉害 我们就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 200元有抓 所有东西都清掉 茶位就不厉害了 猪仔包是16元 花鸡是19元 刚才说过 原来生蠔是47元有抓 即是围到一只是 48元 即是7元多 没错 高油也是的 我以为是68元 原来是48元 这个48元 真是超划的 这个 这个是我今一餐饭 最满意的地方 就是高油 哇 100元 是啊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车程 我们就来到这个叫 千灯湖的集市了 哇 来到晚上 超级热闹 这里还未算热闹 老婆走到前面 就是那些 喝奶茶 喝咖啡 吃烧虾的地方 快点过去看看 我们刚才没有喝好东西 女儿想试一下柠檬茶 不知道柠檬茶行不行 好 完全正确 就是这里 他们两个已经走到里面玩了 我是第二次来到这里 上一次来到这里 当时是日口 所以肯定没有这些东西 而且那时还在疫情期间 他们两个走得太快 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看看有什么玩 这里是 迷汽水 真是搞笑 这个叫做 厌切烧肉 20元一份 话说我们面前就是千灯湖 应该可以来说是最核心的地方 在这条影片再过几天 就会和大家来这里直播 不过当然直播的时候 是早上早上 这一集应该说是 算不算得上是预热呢 这里叫灯湖西街 这条停车其实挺麻烦的 当然 你可以只停在外边 像我们一样 随便找个地方停下都可以 前面还有人唱歌 怪不可以 刚才停车这么难 至于这边 正在卖食物 很多人买了食物的时候 就坐在这里 慢慢享受 原来 如果我刚才 我在那里吃东西 来这里都可以 变成一条吃街 而且我女儿和老婆 已经很兴奋 已经找不到他们了 原来陈医生 还在开演唱会 真的挺相似的 我们过去那边 看看有什么好食物 一来就看到这个 这个是这样烧鸡翼的 这个叫做月色烧烤 只能放在这样的炉里 像叉烧 这个烧鸡翼的 这个烧鸡翼 如果不是那么多人 派对 是值得一试的 这里 就是整个公园的全貌 中央是舞台 《果仔》 准备唱歌 但情绪润养养了很久 都未开始 这个方向 叫灯狐西街 是否很容易闹 下面全部都是卖食物 最过瘾 我未全部都看完 就是据说 我也是在这一趟 好像在吃叉烧 又有长沙臭豆腐 又有火爆牛肉 好 我们继续下去 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走了一段时间 发现主要都是卖食为主 很多人在这里做些小食 这些我都不认为是什么 豆腐花 这边就是刚才所说的 铁板烧 我看看是什么价钱 看不到 让美女遮住 烧鸡翼12元 我只见到 这里还有些炸果汁 芝士虾球 前边还有港式鸡蛋仔 挺过瘾 因为人气旧 就有这样的好处 这边还有生鸡包 不过我觉得最难得的 就是外边的湖景 当你买着一份鸡蛋仔 如果在平时的商场 真的没什么兴致吃 但你对着这么漂亮的湖景 一边吃 接着拍照 真的挺好的 这边还有章鱼小丸子 刚才我们也想吃 不知女儿去哪里 这边还有整只八爪鱼 挺浪漫的 这边还有台湾美食 如果只看这个摄像 真的很吸引 原来老板直接在里面烧 烧鸡翼 我在这里闻到超级香 买完之后 就可以坐在这里吃 很吸引 对着这么漂亮的湖景 对面就是永旺 除了饮食以外 这里还有饮饮 你看看 这个帅哥 不是饮饮 原来在做飞饼 印度飞饼 香蕉飞饼 这个就是它的价格 榴莲飞饼是25元 芝士榴莲飞饼是25元 榴莲飞饼是22元 榴莲拼香蕉是20元 还算合理的价钱 除了饮食之外 你还能看到它的表演 这就是完全直如飞饼 对吗 这里原来还有咖啡店 不过它又不是户外 然后旁边还是一个花店 卖花的花店 这里是什么 我刚才看过 我以为是煎牛扒一档 我记得 这里有一档煎牛扒 好像很受欢迎 不过暂时还没找到 谢谢大哥的火箭 谢谢大哥的火箭 这里还有一个 好像车尾箱雜事 那样的茶档 因为我们还要回家 喝到太饱 到时路上 慢压塞车 要去酒间 例如这店逆市 爆打柠檬茶 如果刚才不是喝了一杯 这么漂亮的椰子汁 应该要买一杯 就算鸭屎香茶 小的也是15元 大的也是18元 值得喝 甚至乎 现在最时摩的围炉煮茶也有 不知不知道 看不到 可能都是买奶茶 那些多 当然 走了这段时间 看见 真的除了那一档 烧野食 烧鸡翼那一档 以外 其他 都是在其他雜事 都不难找得到 热闹 我确实很热闹 不过相比之下 我觉得 都是正好 大排档 过瘾一点 但这里 就更多 好像 烟火器 的东西 直到哪里 都不知 都不知 没关系 到哪里 这些食物 用不知 鸭 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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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